正电荷和负电荷 咱们之前曾经聊到过 2000年前的古希腊人偶然间发现了一个神奇的现象 木块和琥珀摩擦 琥珀竟然能吸引轻小物体 后来的英国人吉尔伯特 把这种物体能够吸引轻小物体的神奇技能叫做电 再后来人们不断发现很多东西摩擦后都可以吸引轻小物体 也就是他们都带上了电 但这些电是不是都一样呢 人们对电的探索并没有停止 而是前扑后继 孜孜不倦 1733年 一个叫杜菲的法国人惊奇地发现 摩擦后带了电的物体 除了可以吸引轻小物体外 两个带电体彼此之间 还能产生其他非常非常神奇的效果 至于是什么 嘿嘿 咱们暂时不公不结论 先看看杜菲的实验 他将两根橡胶棒与毛皮疯狂摩擦 使橡胶棒都带上了电 随后他将两根橡胶棒相互靠近 两根橡胶棒之间居然相互排斥了 然后他又将两根玻璃棒与丝绸疯狂摩擦 使玻璃棒也都带上了电 靠近这两根玻璃棒 你猜怎么着 它们也是相互排斥的 那么我们能否得到结论 带电物体之间一定相互排斥呢 哎 别着急别着急 好像这实验还没有做完呢 还有第三组实验 杜菲用刚才那根带电的橡胶棒 和带电的玻璃棒彼此靠近 发现此时他们俩竟然是相互吸引的 好 现在咱们来仔细分析一下 上面三组实验 你会发现不同物体所带的电 并不是完全相同的 有的物体带电之后相互排斥 而有的物体带电之后相互吸引 由于两根相互排斥的橡胶棒材质相同 产生电的过程也相同 所以它俩带的必然是同种的电 同样的两根相互排斥的玻璃棒 带着也是同种的电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第一个结论 两根橡胶棒带了同种电 这俩家伙之间相互排斥 也就是说同种电之间相互排斥 第三组实验还告诉我们 橡胶棒上的电和玻璃棒上的电 不排斥反而吸引 所以它们是不同种的电 于是我们得出结论 不同种的电之间相互吸引 为了研究方便 物理学家把这两种不同的电荷 规定为正电和负电 并且规定 跟丝绸摩擦的玻璃棒所带的电 叫正电 跟毛皮摩擦的橡胶棒所带的电 叫负电 现在你清楚了吗 咱们来总结一下 世界上有两种电 一种是正电 另一种是负电 同种电之间相互排斥 一种电之间相互吸引 另外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 一个带电 一个不带电的物体之间 也会相互吸引 并且所有带电物体 都会吸引轻小物体 好了 经过滋滋不倦的努力 咱们了解了电的种类 和它们之间的作用 收获满满的 暂时再见 See you 谢谢你 我来说 你给你带电 行吗 我来说